北醫爆出疑似有男醫師性侵女病患 這名病患說他在等待麻醉退的時候 發現有男醫師在觸碰他的下體 之後提告沒想到在法庭上 又遇上這個羞辱性的結問 讓他身心實在太痛苦 選擇親身 所幸最後是有被救回 十幾點開北醫網站卷 還查到這名男醫師的資料 整體事件就發生在二零二年的十一月二十五號 女病患做內視鏡檢查 疑似遭到性侵 男醫師有坦誠做了不該做的事情 只是之後又改口翻供 甚至到法庭的時候 律師不斷以反應需要多少時間 當天反應開始到後來驚醒的時間 甚至連平時產生反應需要多久時間 不斷詢問 最後是被審判長制止 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也傳出當時律師 對結問沒有多做說明 但認為對方提出了三百五十四萬的和解金不合理 其實尺度語氣沒有拿捏好都造成二度傷害 八月女病患留下一書說 七二九出庭後身心非常痛苦 律師的提問讓她覺得是個犯人 冒犯到隱私難以釋懷 沒辦法生活下去 最後選擇親身 索性被及時救回 之後男醫師更對這名女病患提出誣告 雖然檢察官不起訴 但身心都已經受創 而北英也回應已經對當事醫師預計過 跟庭權等懲處 全案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接續也會全力配合調查 請問新聞終於了家庭台北草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